2015年2月12日的下午 LINE的官方又釋出了一个最新的消息 就是在LINE AT的官方账号 还有分为了一般账号和认证账号 原本并没有一般账号 是在当天下午釋出的 然后它一般账号跟认证账号最大的差别是什么 认证账号是一般商家或是公司行号才能够申请 并且有很严格的 比如说要拿银灯 要拿公司照片 还有公司招牌的照片 还有你的名片 这些资料寄交给公司 LINE的官方去做的认可 核定之后才能够授权这个认证账号 然后一般账号是任何人都可以拥有此类型的账号 无需等待审核 所以它的功能还可以一对一的聊天 群发讯息给所有的好友 这些好友就是我们把它称为粉丝 然后它的付费方案呢 就是如果你要申请专属的ID 因为ID没有办法自己取名字 它会乱述给你一个ID 还有就是每个月免费方案只能发送1000则讯息 付费方案可以发送5万则讯息 是跟这个认证账号是一样的 所以一般账号是任何人都可以申请的 这是最大的改变 因为那时候很多人申请认证账号都申请不过 所以一般账号任何人都可以申请 只是说它的这个logo盾牌是灰色的 认证账号是蓝色的盾牌 这个LINE AD的生活圈有免费方案和推广方案两种 就是我刚刚说的 免费方案在1000则讯息以下是免费的 那如果你要超过1000则讯息的话 你就必须升级为每个月798块钱 那798块可以做什么 它就可以每个月群发5万则的讯息 然后超过的讯息每则用0.2元台币去计算 好 这边有个图示 所以呢 我们现在就来看一下 如果你是一般人 不是公司行好的话 你怎么去申请 它这边有个申请认证账号 这个是这一种认证账号 是必须要公司行号 或是商家商店才能够申请 那你往下面拉 往下面拉这边 这边有个 App Store 还有Google Play 如果你是Google Play的人 你就按这个Google Play 如果你是Android手机的话 我自己是Android手机 如果你是iOS的话 就要按钢的那个iOS的界面 那我先看Android的这个界面 就是因为我已经安装了 如果你没有安装的话 你可以去把它安装起来 那如果你是拿手机的话呢 我们可以先看一下手机 我另外装了一个手机 这个手机是还没有安装的 我目前电脑连线的这支手机 是已经安装的 它有跟我的电脑连线 它有跟我的手机连线 帐号连线 然后另外这支手机呢 目前是没有跟我的电脑帐号连线的 所以呢你只要去你的 你的Google Play商店去搜寻LINEAT 你要这样搜寻不然你会找不到 你要用LINEAT LINEAT 这几个英文单字去搜寻 然后你会找到这个 LINE小小鼠 APP LINEAT 这个就是LINEAT 然后你要去安装它 我现在这是手机的画面 然后你按安装 按接受 好这时候就开始下载这个APP 好总共有18.98MB 好下载完毕了 现在正在安装中 好安装完毕了 然后按开启 好主画面已无多余 已无多余空间 表示我的主画面已经太多了 然后使用LINE的账号登录 然后使用LINE的账号登录 在按下一步之前 我刚忘记这边按打勾 变成绿色才可以 然后按下一步 好了 那这个地方是重点 这个地方就必须要登录什么 它必须要登录你的LINE的 自己的私人账号密码 我用我的私人账号密码 因为LINE的私人账号都会去绑定一个email 事前要去绑定一个email 好然后登录 因为那一个LINE的私人账号 其实就是这一个LINE 生活圈的一个管理员 好所以我这个账号 我目前管理了两个 一个就是 左边这个就是我申请的 LINE的一般账号 右边就是我申请的LINE的认证账号 右边就是公司账号 然后左边就是我个人 好那我可以选择我要去管理哪一个 好我要去管理哪一个 那我现在讲的是管理左边这个个人的 好那你登录之后啊 它就有分为管理的界面 还有主页的界面 还有聊天的界面 还有好友的界面 好啊这个好友其实 这个人其实就是我的LINE私人账号 这是我的LINE私人账号 他其实就是我就是管理员 这个人就是管理员就对了 那这个就是我的 人类网网络行销部门 这个就是我的LINE AT的一般账号 好然后目前有四个粉丝 好就是这样子 好这一节主要就是讲怎么去申请 好怎么去申请LINE的一般账号 那你必须一定要去安装这个APP 一定要安装这个APP 我回到首页去给给你看一下 回到首页去然后像这个图示是LINE的个人账号 私人账号 好那我刚刚安装的那一个APP是这个LINE AT LINE AT LINE AT的一般账号 那你必须用LINE AT去登录 跟你的 跟你的粉丝去对话 你不能够用一般的LINE的界面去登录你的LINE AT的一般账号 没办法LINE AT的一般账号管理员一定要从这个APP登录就对了 所以你一定要安装这个APP 才能够去申请一个LINE AT的账号 私人账号